俄军28号朝日本海事射了两枚超音速反舰飞弹 并且成功击中100公里外的目标 而上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闪电访问乌克兰 当时俄国才派出了两架可携带核武的战略轰炸机 飞越日本海上空 就在乌克兰战场的紧张情势持续升温之际 俄军又往东边射弹大手肌肉 时间点敏感 挑衅因为相当浓厚 飞弹发射 发出轰隆巨响 冒出阵阵浓烟射向远方目标 俄军往西入侵乌克兰之际 也不忘往东大秀肌肉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最新画面 显示俄国海军太平洋舰队 28号在军演期间 朝日本海试射两枚可携带核武的 蚊子超音速反舰巡翼飞弹 飞行100公里后成功击中模拟的敌军目标 蚊子飞弹在北约被称为日制飞弹 中程超音速巡翼飞弹 射程大约120公里 而这也不是近期俄军首次在日本海挑衅 21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闪电访问乌克兰基辅 当时就有两架可携带核武的俄国战略轰炸机 飞越日本海上空长达七个小时 6月豪必